第52章 已无退路 罗锋宁神观看那记载着纳尹秘书的画卷 画卷上文字无数 罗锋记忆何等厉害 瞬间便全部记下 纳尹 罗锋默默思索着研究着这秘书内容 尽量了解更深 为修炼做准备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不能急 此纳尹秘书要求极高 此角异兽得意道 我自被主人创造起后 曾有不知多少绝世天才妄图得到 可是至今未曾有谁成功 罗锋心中一惊 看了旁边此角异兽一眼 不知多少天才 无起楼能闯到这第八层的 应该还称不上不知多少天才吧 至于你 估计也会失败 此角异兽瞥了眼罗锋 罗锋聚精会神 看着那一图卷同时不断思索解析 很快明白修炼的详细步骤 一旦进阶明白 罗锋便直接开始进行修炼 这令旁边的子角异兽 不由有些惊讶 倒是干脆直接修炼了 不过估计还是失败 子角异兽随即四提弯曲 直接趴在了大殿中 大落着脑袋 在旁边等待着 等待着罗锋失败 将罗锋送出去 这一修炼 罗锋整个人诸多分身意识 都情不自禁 进阶沉浸其中 一时间 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魔杀族分身 无尽幽海 进阶开始修炼起来 化 原始宇宙 人类疑的原始秘境 广袤的无尽幽海 忽然平静下来 整个海洋每一处 都隐隐有着 一丝白光在闪烁 就仿佛白色的电火花 处处有白光闪烁 同时也朝外散发着 越加强大的意志冲击 一波波的意志冲击 朝四面八方弥漫 一些在无尽幽海上空飞行的 宇宙飞船内的一些不朽门 戒主们只感到无尽可怕的意志冲击 扫荡而来 轰 瞬间各个昏迷过去 无尽幽海何等广阔 且又是原始秘境最重要的腹地 鸿蒙不少宇宙之主都在这 随着无尽幽海澎湃开的意志冲击 令大量戒主 不朽乃至宇宙尊者瞬间昏迷 这也使得整个原始秘境内的 很多强者们为之震惊 迎合领主大人的幽海分身 怎么了 怎么处处都有点点白光闪烁 而且这意志冲击也太可怕了 竟然连宇宙尊者都扛不住丝毫 好强大的意志冲击 我都感到吃力 鸿蒙的一名名宇宙之主 出现在无尽幽海边缘远处 都看着无尽幽海 人类本族的宇宙之主也出现数名 怎么会突然意志冲击 冰封之主咒眉道 不知这是刚刚突然发生 旁边的鸿蒙的一名异族之主 明显低头 冰封之主在得到罗锋公开的 远古文明的一些指引 很快达到五阶战力 加上内部公开的燃烧神力秘术低重 冰封之主的实力更不必说 无尽幽海处处出现闪烁的白光 并且浮散开强大的意志冲击 连宇宙尊者都扛不住 一片震惊 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能猜测 银河灵主在禁之世界 难道在禁之世界有所际遇 得到某种强大的秘法 他正在修炼某一种秘法 鸿蒙不少宇宙之主传音猜测 画一道身影显现 散发无尽威压 正是混沌城主 作为宇宙最强者 他一出现 周围各个表示尊敬 传令下去 混沌城主贺令道 将所有昏迷的进阶保护带走 且禁止任何强者进入无尽幽海 是 是 顿时有八名宇宙之主应命 且立即去安排了 混沌城主则是盯着无尽幽海 眼中掠过一丝担忧 很快又掩埋到心底 罗锋 你到底发生什么了 和你传音 你都没丝毫回应 为何会形成如此强的意志冲击 担心 混沌城主满心担心 不但原始秘境 还有银河圣地 进阶陷入不分敌我的意志冲击中 在近之世界 乌起楼第八层内 站在那悬浮陆地上的罗锋 一动不动 全身也有着点点白光 整个人朝周围散发着一阵阵意志冲击 他的神体内 每一份神力都有着一道道白色密文图笼罩着 直接渗透进每一份神力中的生命印记 这乃是对灵魂的考验 最根本的考验 且在这考验中 罗锋的意志自然而然和神体开始融合 正常强者的意志 犹如无根之瓶 一旦陨落 即便留有神体 神体也不会产生可怕的意志冲击的 而罗锋的意志逐渐和每一份神力完全融合 那么意志将会有了根 如此 意志秘术才能施展 这是神眼秘术等一切意志类秘术的先决条件 这样的强者即便死了 一滴血 一根毛发 一颗牙齿 都会蕴含超强的意志 这一过程很是缓慢 足足过去了九百多年 原本罗锋神体表面闪烁的点点白光 却忽然变成了点点蓝光 轰 无尽幽海的意志冲击 竟然再度暴涨 另远处一直默默守候的鸿蒙的一些宇宙之主 都是脸色大变 只有一些意志较强的宇宙之主 能轻易抵抗 而普通些的宇宙之主 则只能吃力抵抗 怎么回事 意志冲击变强了 乌起楼第八层的虚空中 那穿着华贵王袍 环绕着黑芒的身影 摇看着远处那悬浮陆地上站着的罗锋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黑芒身影一颤 眼中忍不住有着激动之色 我 我禁止世界 竟然还能诞生这等奇才 当初这一画卷传播在外 各大势力 不知道曾经多少天才都有机会进去过 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却极少极少 难道真的能成功 一定 一定 黑暗身影眼中有着担忧 焦急和期待 画卷世界中 原本趴在那搭拉着脑袋的紫角翼兽 也惊愕看着正在修炼的罗锋 竟然进入第二阶了 那隐秘术共三阶 他竟然能进入第二阶 我自诞生起 不知道各大势力有多少天才进来过 那些天才 有些是得到极珍贵传承 有些从刚刚出生就得到无尽培养 可能够扛过来 达到第二阶的不超过五十个这个小子 是什么来历 难道是晋之神王麾下 培养出的超级天才 时间一天天过去 罗锋丝毫不知 他已引起了多大的动静 痛 折磨 地狱 罗锋便是这种感觉 他修炼后便知道 这那隐秘术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还好很轻松 可第二阶段开始 自己的生命印记便遭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仿佛无数的针 一次次穿过自己的生命印记 又仿佛无数的滚烫烈烙上去 论痛苦感 不亚于当初认主星辰塔那次 幸好现在的罗锋 比当初强了不知多少 针对生命印记的痛苦 他照样能承受 可承受是一回事 生命印记本身是否扛得住 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即便生命印记破碎的痛苦 罗锋都能忍住 只是一旦生命印记破碎 那便是陨落了 难道修炼这那隐秘术 还有陨落之危 罗锋心中一紧 可自己已经在修炼过程中了 已无法后退 已经是第二阶 紫角异受期盼着 只要能进入第三阶 那便好了 自从被禁之神王掳来 在禁之神王麾下 连进入第二阶的都还没有过呢 小子 努力啊 得进入第三阶啊 一旦你进入第三阶 失败自然是死了 可若是成功 至少在禁国中 恐怕你便仅次于你们的神王陛下了 紫角异寿也期盼着 他存在的命运 就是找到合适的传人 当然一旦找到合适传人 也是他这个秘术之灵消散的那一刻 可他不在乎 他诞生的哪一天起 便追求着那最灿烂的一刻 乌起楼第八层虚空中 黑盲身影 一直盯着罗锋看着 一定得进入第三阶 进入第三阶才有希望 只是即便是众多势力全部加起来 也有数十名进入第三阶的绝世天才 可那数十名绝世天才 除了有三个被保住命 其他各个陨落了 这那隐秘术 第一阶第二阶并无生命危险 可是一旦进行到第三阶 便是最后时刻 不成功便成人失败 便是死 当然远古文明保命手段极多 各大势力的众多绝世天才 在第三阶各个都失败 可还是有三个被保住了命 不过本尊已灭 我也无办法保住你性命 第三阶 挺得过 你得感激我 挺不过 黑盲身影微微摇头 原始宇宙 人类疆域的原始秘境 在无尽幽海处处泛着点点蓝色光芒 过三百年后 哄 所有的点点蓝色光芒 进阶变成无数的紫色光芒 且无数的点点紫光 仿佛彼此隐隐有所连接 形成了无比浩大神秘的古老图文 哄 无尽幽海蕴含的意志冲击 再度暴涨 啊 一直在守候的鸿蒙的一些宇宙之主 瞬间一个个昏迷倒下 只剩下两名宇宙之主 还保持清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